好,從我們的右手邊開始 我們右手邊的媒體朋友們相當多 下回這個,點一下啊 讓我們的媒體朋友們都補充一下 媽咪,好,右前方 那麼中間前方,謝謝 來右邊,右邊 好,右邊再開一下哦 好,那我們左手邊也幫我們照顧一下 左手邊剛剛是不是還沒有開到 好,中間再一次好了,謝謝 不好意思嗎,右手邊看一下下 好,最後右手邊哦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一直要不轉換,好 左手邊也在 那有需要補拍的麻煩最後中間,謝謝 好,拍到了嗎 好,謝謝 哈囉,大家好,我是Karen Sissing,你好 請多指教 Karen Sissing非常厲害的就是 從15歲的時候開始在創作了 然後累積非常多的音樂 當然,在去年終於發行了這個 首張專輯,沙眼 沒錯,沒錯 很多人都說很好聽耶 上一次我報告Hush的時候 Hush也說,我最近好迷Karen Sissing的歌 謝謝 然後我想說,哇,大家都有在聽你的音樂 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其實,你的音樂 當然大家現在已經都聽到 沙眼專輯了 不過我最近才在這個網路上面聽到了 我知道你在2007年的時候 因為有參加了創作營 然後那個時候有幫 90蔡依林寫了一首 這個Lady in Rap 就是我們紅衣女孩 對 那今天在我網路上 也可以看到你自己的這個 拿回來重新自己詮釋的翻唱 對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嗎 好,其實會有這個機會 是因為去年有參加一個創作營 叫做Mips 然後我跟外國的有幾位作者 一起寫了紅衣女孩這首歌 然後現在網上放出的那個demo版本 就是我們原本 第一個給酒令聽的 最原始的demo版本 嗯哼 所以那個時候 在交出去的時候 會不會有信心想說 因為蔡依林好像之前 沒有唱過這樣的曲風 然後會不會擔心說 這個會不會被退稿啊 或者是會不會有些些顧忌 其實她蠻擔心的 因為畢竟她也是就是天後 所以我們一開始寫的時候 都是沒有抱著50%的信心去寫這首歌 然後後來知道她有選了這首歌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非常非常的開心 所以最近呢 如果大家有空的話 可以去網路上面聽聽看 因為Kurisisi自己也唱的這個版本 非常的不一樣 而且我知道 最近呢還有另外一首新單曲也推出了 艾亞 對 沒錯 沒錯 這一首新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首新歌就是 因為暑假的時候 我有回去LA 有去過年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 順便有拍了一個小小的一個影片 然後我就把它放在YouTube上面 對 搞笑有趣的一個影片 然後這首歌呢 目前呢也在YouTube上面也可以聽得到 沒錯 沒錯 當然希望呢之後可以聽到更多Kurisisi的歌曲 因為就如同剛剛雅如來到台上說 她說現在的新人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特色 然後能夠把自己的創作發揮的音機制 讓我們的花語樂壇 有各種不同音樂的曲風可以來做選擇 所以要請Kurisisi多多加油 繼續為我們的花語樂壇加油 謝謝